有关于忏悔的小故事 就是寺庙的主持 一直在跟徒弟们讲说 我们每天就是要忏悔 要能够感认 那个徒弟心里面就一直 很不愿意 我又没有做错 为什么一定要忏悔 然后有一天 这个外面来了一个妇人 他就要求这个寺庙的主持说 我要求能够给我忏悔 因为我做了一件很大的错事 这个时候这个师父就想 利用这个机会来教导他的弟子 他就跟那个妇人说 好让你能够忏悔 然后你现在在那个 寺庙的前面 那个庙庙向前走二十步 然后向右转又走二十步 你拿一块大石头来我这里 然后跟他那个徒弟讲 所以你也从庙庙里面向前走二十步 然后你向左转 然后再走二十步 然后弯下去找一颗小石头来我这里 然后当他们都把这个事情 这个办到的时候做到了 那个师父就跟他们讲 说你们现在把那个石头回归原位 那个妇人大石头一拿 马上原位在哪里 他这个地子拿那一块小石头 放了老半天 放不到原位 不知道原位在哪里 各位知道这个意思吗 就是我们每天大的错事 自己知道小错事 不知不觉 不知不觉 然后到师父面前来 师父我不知道他原来在哪里 师父就跟他讲 所以我们人都是这个样子 大的错事 我们大概会很明显知道 可是小错误不断 小错不断 我们都不知不觉 所以都不甘愿忏悔 这样了解意思吗 那以后各位愿不愿意忏悔 因为忏悔以后 那一些污垢才能够去掉 不然他都在